谢谢大明星 原来就是打了没有维多利亚珠型的流感疫苗 根据疾管署资料 上周新增240例流感重症 审查42例跟流感相关的死亡病例 但从去年7月以来 已经累积了1663例重症 163例死亡 而病流死亡病例数累积16例 也创下近4年新高 42例当中只有3例有打疫苗 那这3例当中 我刚刚讲的10岁的女童 另外2例有打疫苗的话 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其他的39例没有打疫苗 医师提醒流感死亡患者 多半是有慢性病史 加上高达9成没打疫苗 才容易致死 尽管现阶段疫苗的保护力没有百分百 但有打比较能够度过流感高峰 记者综合报道